郑爽青年造型大盘点 小新女摆脱花瓶碧女王 尽管郑爽扑朔名里的恋情 和她唯一消得人憔悴的身体 总是霸占化体宝 然而她能成为几大霸瓶花旦中的一位 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年郑爽也属于高产女星 多部演示剧同时开拍上映 除了变瘦 她也在不断打磨自己的眼睛 努力摆脱花瓶角色 从一起来看流星女出道 在那个时候郑爽还是学生气十足 休闲学生装也是常用的造型 虽然带着点统气 但也是清纯如花 其修买低调的个性 更让她在当时击分无数 郑爽的颜值叠峰还是在画壁时期 尽管这部电影在当时 确实让很多观众舞力吐槽 但是郑爽的出现 着实惊艳了大震一把 画壁中里面的郑爽 退去流星女当中的亲子 白群的新女造型多了半成熟 但是其清纯的气质 变得更加具有仙气 且更为灵动 古剑奇谈彻底让郑爽大红大紫起来 也从那时起 话题可大气不断 橙黄色的裙装显得郑爽十分俏皮活力 郑爽还是适合少女一点的造型 更显得她青春可爱 在年代戏抓住彩虹的男人中 郑爽穿着民国时期的旗袍 好一味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 淡雅的旗袍颜色 则有一种饱读诗书 却又思想先进的开明女学生的气质 在相爱穿梭青年中 郑爽彻底化身女神 穿着打扮也走向成熟 在微卷长发的基础上 配上了气场十足的毛皮外套 彻彻底底从一个灰姑娘 长成了甜甜蜜蜜的公主 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版 微微一笑很清晨中 郑爽延续了正英女神风格 白衬衫造型又完美的凸显出剧中 郑爽的学生气 小羊帽配上单边马花变火力十足 让郑爽清新甜美的少女气质爆棚 在可能因为限寒令 会一波松折的翡翠恋人中 郑爽的造型更是独特而顺细 短发的郑爽变得更加精神 毛衣内搭白衬衫显得她十分精致 戴上帽子又显得十分俏皮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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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找 prepared 辈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